现在新宿派 健康跟我来 这几年有人调查 说台湾人幸福指数很高 我想跟爱运动有关系 因为台湾人热爱运动的人口 是越来越多了 有这个健行的啦 有骑单车的啦 有慢跑的啦 那么身体健康 是不是就会感觉到比较幸福呢 在这些运动当中啊 如果说是吃素食的人 那么会不会觉得体力 没有办法要符合这样子的运动呢 你别担心 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 非常非常美丽又特别的营养师 张佩蓉 还有一位呢 就是我们新竹明星科技大学的 林博优老师 他们一起啊来制作 营养又美味的素食料理 然后告诉大家 运动的人吃素应该要怎么吃哦